观众朋友午安 我是周玉琴 欢迎锁定今天的新台湾星光大道 我们首先插播两个最新消息 前总统陈水扁 在今天的下午1点37分 就在刚才他已经到了 桃园龟山的台北监狱服行了 那么另外呢 就是这个杜毅凯 他在待会的2点55分呢 将会搭乘长戎班机 回到台湾 相信很多人对于他有非常多的疑点 有待他亲自出面厘清 不过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画面 我们看这个陈水扁 他是在今天移间到台北监狱 那么从早上开始 这个外面有很多的这个支持者 不过呢现在您看到了 他已经在刚刚的1点37分 这是稍早的画面 他抵达了台北监狱入监服刑 也成为中华民国史上 元首第一人入监服刑 我们在待会还会有进一步的 完整的报道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深入的讨论 马上来介绍在今天 新台湾星光大道的几位在座的来宾 好先从最旁边 资深媒体人陈辉文为大家介绍 辉文你好 午安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张宜文 大家好 立法委员谢国良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郑诗诚 大家好 前立委郑运鹏 午安 好几位都来到了现场了 我们再另外呢 赶快先来听一下这个辉文的说法了 辉文我们刚刚其实看到呢 这个陈水扁 当然我们也现在不知道 他的这个心情如何了 但是已经看到他已经到了 这个台北监狱去服刑了 想想在台北看守所 北索的日子将近750天 他其实可以写书 写说我在北索750个日子了 但是呢 在接下来他可能又可以写书了 那就是呢 这个他在北监的日子 今天是不是可以先跟大家来 先说明一下 他可能在待会 他在进入了这个台北监狱之后 会有哪些一道又一道的程序 可能他必须要面对的 对 这个陈水扁 他今天等于是直接到 这一站坦白讲我是觉得蛮压意 因为似乎有点快 因为阿扁他有很多案子 包括这个二次进改的案子 这个最近才抽签嘛 所以高院还没开庭 所以将来大家可以经常看到说 阿扁从桃园跑到台北来 因为龟山到 龟山在桃园嘛 龟山到北院到高院那边 其实那个路程是相对是比较长的 如果说从土城到北院高院的话 就比较近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陈云扁现在是没有违安特勤的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我想 对他的安全的部分 我个人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刚刚主持人问到说 那做什么检查 一般我们的这个 受刑人进监狱 当然是要做全身的检查 全身拖光光 然后他会要求你蹲下 男生女生都要让你蹲下 然后让你咳嗽 当然不是你真的感冒 还是你咳嗽 然后之前 以前比较不能到时候 会有侵入性的检查 怕你在身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藏东西 藏胸气 藏毒品 这个可能有些违禁品什么的 所以以前有侵入性检查的时候 连这个肛门他也不会放过 所以要求你咳嗽是要看你嘴巴 有什么藏东西吗 那是后来比较进步了 那你蹲下咳嗽的时候 你那个扩跃肌那边会有动作 就看你会不会东西 以前很多毒贩都把东西塞在那里 所以这些检查 我想在北所 阿扁已经尝试过了 已经有经验了 现在到北京去 例行的检查会有啦 但是不会对他不礼貌 这个绿的朋友绝对可以放心 绝对不会对他不礼貌 那我刚刚提到那个安全的部分 我是比较忧心 因为之前有几个案例在 监所发生 可是我们媒体都没有写 也就是说 当法医去解剖那个死者的时候 是厌不出伤的 没有内伤也没有外伤 也当然也不会有这什么什么枪击的伤 完全没有伤人就走了 所以我想这个北京 他们一定是以 有史以来最特殊的受刑人的待遇 来处理阿扁 第一个我是比较建议说 当他独居啦 因为如果有室友的话 有时候室友就是 就是这个动手动脚的 那应该是不要让阿扁下工厂 因为我们的工厂会有一些器具 什么肉类肉啦 小的那个什么小刀什么的 太危险了 那我想阿扁61岁了 让他下工厂去劳动什么的 不要 我当然可能有观众朋友讲说 那为什么要给他特权 其实不是给他特权 我再度强调要以他的安全为第一考量 因为他不是一般的受刑人 那最后我提到他的这个生活起居 阿扁会很习惯 大家不要担心 因为大部分的那个时间流程 其实跟北索是差不多的 所以他也是有很固定的作息 那饮食也都是差不多吗 北间北索差不多吗 听说北索吃的比较好 相对来讲 那北间吃久的也习惯了 不会虐待他啦 只是说 刚刚主持人说750几天了嘛 这阿扁从今天开始算他最快他要再做8年 有在北间最多最快的 最快8年的话 他可以申请假释8年 从今天开始算 是所以之前讲的19年不会那么久了 不会不会 因为他如果说假释申请假释 是好那当然另外一方面 这个疑问我们也看到了 在今天呢 当然大家关心就是说 不但是只有这个阿扁 那接下来呢 这个吴淑珍女士 他呢也要准备要服刑 那么但问题是会考量到他的健康的状况 我们先听来听一下这个扁办主任 这个陈松山呢 他今天讲话了 他说呢要成立一个这个旧扁小组 宣扬一边一国的理念 而且呢还要争陈水扁无罪 曾经总统已经有叫我们扁办 跟盆土社团 跟国际民主人权 有人 大家一起合作 成立一个旧扁小组 那我们今天也正式成立旧扁小组 开始要来规划 在国内国外 宣扬一边一国理念 那帮助我们陈前总统 在政治上得到所有全世界有人的关心 拉刮我们这些民主人权的一些国际 国内的团体一起来共同发声 帮陈前总争取他政治上应该无罪的一个结果 这是我们目前扁办跟本土社团 还有国际人士我们正要努力往前努力的一个最新的做法 好 宜文对于这样的动作怎么看呢 事实上你看阿扁都已经入肩了 要服刑了 可是呢他这个支持者 显然还是想要多做些努力 对啊 陈之中这么高票当选 没有动作 可能对支持他的人来讲 可能也说不过去啦 所以他我觉得争取 在国际上争取 在哪里争取都可以啦 就算是已经被判刑确定 他还是有他的基本人权在嘛 那只是说看他们怎么争取 怎么透过法律途径 或者是用他们用一些 他们自己认为说可以号召一些群众的方式 至少可以延续这个陈之中 他的政治生命可以让他比较 感觉上比较 他的政治生命可以比较热闹一点 可以比较持续久一点 未来可能还有机会可以更上一层楼 或者是黄瑞镜更上一层楼也有可能 不过刚刚是有提到那个吴淑珍的部分 前第一夫人的部分 前第一夫人 吴淑珍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啦 是 对 因为陈水扁的话 他已经关了大概两年多了嘛 我想也都该习惯了啦 刚会文讲也不会差别待遇太大 那吴淑珍的话 他身体状况真的是 一直都是很不好啦 今天他儿子也有讲 陈水扁也有讲说很不好 然后也有人传达说这个吴淑珍说生命是自己的 自己决定也活够了 可是类似这样子的话 其实吴淑珍已经讲了几十年了 已经讲了几十年了 因为认识他人都很清楚 他一个好朋友现在是在美国啦 就是那个前新光院副院长 黄芳燕 黄芳燕对 黄芳燕他也是 大概十几年前吧 也因为自己的太太离来过世 然后儿子也是病逝 所以他非常的消极 所以他跟贬嫂两个消极的人凑在一起 两个就变得很好很好 无话不谈的朋友 所以那个时候常常 这是黄芳燕那时候转述给朋友听的啦 就说其实贬嫂常常跟他讲 我们最定期西西好啊 这样听起来不太飙久 就我们一起去死一死好了啦 那其实黄芳燕跟 无数症都有某种程度的忧郁症 而且是还蛮严重的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是 其实对他来讲是 他周边的人都听习惯的啦 但他的身体状况 确实是蛮危险的 以前是因为都用最好的医疗团体 最好的医护人员在照顾他 所以可以让他的生命 可以很顺利的维持下来 可是以后如果是入肩 即便是在相关的一些 有医疗的一些设备的地方 还是没有像以前的这个医疗是这么的健全 那他下半身都没有知觉 然后他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调温是没有办法调的 所以外面的冷热对他来讲他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所以他的身体状况 如果说在他入肩的时候 入肩这段时间真的出什么状况的话 我觉得会造成很大的风波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真的是必须要慎重考虑 就算他真的是不想活了 他这句话说那么久 我相信他也应该不会采取 自己采取什么行动啦 但是以他的身体状况的话 如果不是很好的照顾或者是出什么状况 随时会有危险也是很麻烦的 好我们看